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和掌柜一起读《熬通宵》也要读完的大唐史 今天掌柜给大家读读第一章 随墨枭雄的第八个故事 说说正史中留名的瓦岗英雄 一部大随堂,是吧 演绎了多少人的童年 所以土匪武装 肯定是动乱年代 这些书籍不会缺少的一个角色 给大家读读这一段 先来按上瓦岗山先后顺序 把在正史中留有名字记载的人员 简单的捋一捋 宅让,宅洪,宅魔侯,丙元真 贾雄,善雄信,徐茂公,王伯党,王党人,周文局 李公益,齐国远,孙如归,秦书宝,罗世信,程耀金 魏征,柴孝和,郑庭,陪仁基,裴行眼 房颜早 杨德芳,郑德涛 郝孝德,刘黑踏 房宪博,王军朗,张亮,李世财,魏六,李德谦,张谦,周笔陶,周文相 等等 这个名单和和我们看到的这个隋唐不一样 是吧 这里是三十五个 既不是三十六个那个 既不是三十六有 也不是四十六有 是吧 这是其实什么呢 这是四十六有的精简版 大唐 是吧 大隋唐评书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三十六有的 一个是四十六有的 三十六有我们没听过 是吧 只是有文字 我们听到的评书都是四十六有的 四十六有讲中义 是吧 三十六九 三十六有讲中军 这些人上瓦冈山的经历大致如下 宅让为东郡 唯成县法司 犯事后越狱逃出 和哥哥宅宏 侄子宅摩侯 带上自己的下属 宪县力 丙元贞 贾雄 在纠河上好友 单雄信 徐茂公 扯起大旗 上瓦冈山 坐了响马 因为声势浩大 很快就吸引了 济阳的大盗 王博党 王党人 是吧 周文局 李公益 齐国远 李如归 等人前来加盟 山寨声势虽然大 但是还停留在 响马的角色上 李密上山以后 对山寨进行了改组 并制定了战略目标 瓦冈军才逐渐 有了打天下的气象 瓦冈军最初期 最惊艳的举动 就是攻占行阳 此战 虎的隋阳帝 打出自己手中的王牌 名将张徐驼 前来就差 哪料呢 李密 巧射埋伏 不但全奸张徐驼军 还斩了张徐驼本人 张徐驼手下 张徐驼死后 其麾下的大将 秦叔宝 罗世信 程咬金 魏征 等人就上了马刚 此后 其他的 如柴孝和 郑廷 裴仁 裴行眼 房炎早 杨德芳 郑德涛 这些都是隋朝官员 因混不下去 后来也纷纷的都归降了瓦岗山 各地的义军呢 也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 有山东的郝孝德 刘黑探 河北的房宪博 王军朗 李世财 淮阳的魏六 张亮 李德谦 乔骏的张谦 上落的周比陶 魏骏的李文相 等等 山寨如此兴旺 李密内心不可避免的发生膨胀 其先是涉谈建立政权 自称魏公 改元永平 后来又挑起内讧 杀死宅让 清除宅氏集团 集团内部发生火病 人心就散了 不久 李密和王世冲争锋 大败 吃了败仗的李密和王伯党 一起投堂 却又不甘心寄人篱下 抑郁发动叛乱 结果两人双双被斩 李密败王后 许多瓦岗人投靠了王世冲 比如说 单雄信 郑廷 裴仁机 裴行眼 秦书宝 罗世信 程晓斤等等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 陆陆续续的投入了 李唐阵营 你比如说 徐茂公 张亮 王军朗 徐征等 秦书宝 罗世信 程耀金几个 在王世冲手下 混了一段时间 觉得王世冲 不具备人主之相 转而 改投了李唐 李唐与王世冲相争 则原来 同在瓦岗山 吃饭喝酒的人 各为其主 大打出手 这也是民间流传 宁学桃源三结义 不学瓦岗一炉香 这句俗话的 来友 不过史书明确记载 刘冠章三人曾经入则同卧 出则同坐 的确刘冠章 情同兄弟 而瓦岗众人间是否有深厚的感情 就不得而知了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秦书宝 罗世信 程耀金 这几个 原先都是 张需驼手下 一起上瓦岗山 一起投堂 感情 应该不错 扇雄信 徐茂公 上瓦岗山 以前 已经是 很要好的朋友 李密和 翟让 火病时 徐茂公 差点被杀 是 扇雄信 向李密 苦苦哀求 才得以保全 性命 而王世冲 集团崩盘 扇雄信 被擒 徐茂公 也曾向 李世民 苦苦哀求 希望保全 扇雄信 性命 遭到李世民 拒绝以后 他在法场上 送别 扇雄信 史书 特意记了 一个细节 徐茂公 从自己 大腿上 割下一块肉 交给 扇雄信 拒绝 并承诺 抚养 扇雄信 的遗故 很让人感动 在正史的 记载中 瓦岗成员间 另一次 厮杀 是 刘黑踏 在河北 做了 刘黑踏 围住 罗世信 后 并没有 手下留情 立刻 将其 斩职 而刘黑踏 后来 被李世民 抓获 也没有 任何 瓦岗 就交 为之求情 可见 真实的 历史 比演绎的 小说 更加残酷 所谓的 瓦岗兄弟 只是小说家 的 异想 实际上 很多曾经 同在 瓦岗 生活过的人 并没有 什么交情 甚至于 历史书上 都没有找到 他们有什么交集 最后 补充一下 秦书宝 程耀金 魏征 徐茂公 张亮 等人 后来 位列 林烟阁 二十四功臣 其中 徐茂公 名字 叫 世纪 自茂公 投堂以后 多有战功 得 李渊 次姓李 后来 李世民 继位 为碧会 改称 李继 李继 和李静 并称 出堂 两大名将 还有呢 就是 裴行基 裴行眼 父子 和郑庭等人 投王世冲以后 遭受猜忌 被王世冲杀害 而裴行基 有一 一父子 叫裴行俭 后来成为一代名将 这一段 就这么长 掌柜说几句 原本啊 这就是评书 大随堂 我觉得这一章呢 只有心里有这部书的人 才觉得有意思 不然可能真的不知道 这说啥呢 这是 其实大随堂啊 这部评书值得好好听听 它可能不怎么历史 但是 非常中国 算是中国人 必听的一部评书 你没听过大随堂 你没有记住那里边的事 可能很多中国话 你都听不懂 好了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我们继续讲